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年呢我觉得大家特别的重视 因为经过几年的疫情 大家都觉得我们今年要好好的过一个年 可以红红火火 希望来年能够顺顺利利平平安安 那么今天呢我跟大家分享一道 我们家的一道美食 我们家每年30夜里都会准备的一道八宝饭 这个八宝饭呢是我们家里面老少街仪 哎呀特别喜欢吃 因为甜甜的很好吃 食材也很丰富也很健康 那么这个八宝饭很难做吗 不难做 我跟大家分享 首先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准备的有些哪些食材 那么第一个呢八宝饭 第一个就是准备的是糯米 那么今天呢我准备的这个糯米呢 有一公斤 那么这一公斤呢 我是准备了一半做八宝饭 一半我准备做糍巴 糍巴也是我们很多的华人朋友 喜欢吃的一道家乡的一道美食 那么这个是糯米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红枣 八宝饭大家都知道 一定要有红枣来配上 那么红红火火 那是第二道 那么第三道呢 我准备的是蔓越莓 也是红的 当然有的人准备的是葡萄干 我觉得既然红红火火 我们就把它红红火火 那个更旺一些 所以我又准备了红色的蔓越莓 蔓越莓也是吃起来非常健康的啊 经常经常吃一点非常好 那么第三个食材呢 我准备的是古法制作熬制的老红糖 那这个古法熬制的老红糖啊 我是在我们的华文店里面买的啊 这个你看古法红糖 我们华文店买的非常好 我买到它我非常开心 这是红糖 那么还有一个食材呢 就是核桃啊 核桃是不老的 很好的一个食材 还有一个呢就是 还有一个就是那枸杞子啊 不剩的非常好 那么另外呢 我还准备了这个红豆沙 这个红豆沙呢是我自己做的 那么以前的视频我有分享红豆沙怎么制作啊 这个是我自己亲自制作的红豆沙 好了我们来做八宝饭 首先第一步我们把这个糯米洗干净以后 就像煮饭一样用电饭锅啊 用电饭锅把它煮熟 所以这个是非常简单的 就像煮饭一样的啊 然后好就像煮饭一样的 把它啊正常的煮 我们就开始就煮饭 啊我们就开始煮了 在煮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先把这些食材呢就处理一下 首先红枣呢 我们要把它剪成 一小块一小块的啊 其实现在我们大家都在准备那个年夜饭 我今天其实一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方法 就是把它先准备好 准备好以后呢 然后准备好我们把我们把它放到冰箱里面 然后到三十二那一天我们拿出来一蒸就可以了 所以非常的方便知道吧 现在大家都在都在准备年夜饭啊 这个星期大家都在忙什么 忙着购买食材啊 准备那么卤菜的卤菜啊 那个炸鱼丸炸肉丸的 一定要开油锅炸肉丸 因为我我记得我小时候啊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印象 就是不开油锅好像没有过年 而且开油锅好像有讲究 你比方说我们这个星期 我相信在海外的每一个华人朋友都是在干嘛 都是在买菜 这就叫自办年货啊 都在买菜干嘛呢 腌制腊肉腊鱼腊肉腊肠 哎呀 你看我说起来都流口水 但是因为你看我穿的是短袖 我们这边是南半球 它是夏天啊 我们现在三十多度 所以没有办法做腊鱼腊肉 当然我们自己家也会做一部分 当然我们家先生前两天呢 在家里面也试着用那个 因为我有一个低温烘烤箱 试着做了一下腊肉 其实味道也蛮好 但是老觉得没有那种家乡的那种味道 说实话 你这边做的再好 那个就没有家乡的那种感觉 那种味道 那种那种儿时的那种回忆 特别的好 那么我把这些食材呢 就处理处理 就是把那个蔓越莓也是把它剪的小小一点的 好 然后呢处理完了以后呢 我们就等着把那个糯米饭煮好 好了 像煮饭一样一会就好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 做的多好 我们就把它赶紧要把它搓散 因为我做的是一股筋 所以我有一半是要做 做磁八的 就赶紧把它搓散 搓散 然后我呢 因为比较多 我要把它盛一半出来 盛一半出来 盛一半出来 做磁八的 好 这一半呢 我就趁热赶紧要把那个老红糖放进去 这是老红糖放进去 然后 然后再放一勺椰子油 放一勺椰子油 因为我们以前小时候在家里面呢 放的是猪油 我觉得猪油吧 不是很健康 所以我就放椰子油 放一勺椰子油 然后就赶紧要和一和 椰子油就把它和 趁热把它和 把它搅拌 搅拌 把那个糖和油 把它搅拌均匀 这个糖和 那个椰子油 你要自己放猪油也行 我们小时候都放猪油 你自己就是 根据你自己的喜好 你要甜一点呢 就多放点红糖 因为我觉得不要太甜了 有点甜 又香又甜就可以了 好了 我们这个把它搅拌均匀以后呢 就把它放凉 这个就把它放凉 不管它把它放凉 然后这个 我这个瓷疤呢 我就要借助于我这个石臼 大家都知道 瓷疤要踹 要捣 要把它捣 捣得像 捣得 把它捣烂 这个要踹 踹呢 我就先 我就我们家那个石臼 我就把它放到我们的石臼里面 因为石就不大 所以你可以分几次 分个两锅吧 分两锅来倒 你也可以抹一点点 抹一点点油 这叫倒池吧 然后一定要抹一点油 要不它会 一定要抹点油 我就抹点椰子油 要不然它会粘 它又会粘 这个上面抹点油 就把它捣烂 但其实也不要捣得特别的烂 因为我们小时候吃的石吧 它其实还是有一点点那种 糯米的颗粒的 那个吃起来特别的香 如果把它捣得太烂了 反而还没有那种 那种颗粒的那种香味 糯米的香味的感觉了 其实很多人现在都是用糯米粉来做石吧 那个也挺好 但是我觉得这种用那种古老的方法 就是我们小时候 小时候在老家做的那种方法 更加有家乡的感觉 而且不是很难做 很简单 这个糯米呢 我是选的那种圆圆的 小圆圆的糯米 我觉得这种糯米更糯 更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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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 也有现在很多那种长糯米 我觉得那个长糯米好像就有点像香米一样 没有那种很糯 糯的感觉 这个你看 这个就是很 很糯 糯的感觉 就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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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先放在这个地方 然后再把剩下的再把它倒 再把它放进去 手一定要抹点油 要不然它会会会粘上去 好了 我把它倒的差不多以后 我就准备一个小模具 你自己家里面都能放都可以 然后就就把它放进去 两个都把它放进去 我倒的不是特别烂 要我 你如果要是倒的特别烂 你可以自己再多倒一倒 因为我觉得 瓷巴要有一点点颗粒感 然后那个瓷巴砸起来 小时候特别 特别有感 小时候的感觉 就把它 平平的压 把它压进去 好了 你看 就把它压平了 压平了以后 就把它放凉 放凉以后 再拿出来 它是一块块的 你要吃的时候 就把它切成一条一条的 然后用油一煎 就特别好吃 好了你看 我的瓷巴就做好了 就把它放起来 放起来 就把它放起来 下面我就开始来 做八宝饭 好了 我们现在就开始来摆八宝饭的花 首先你自己家准备一个碗 就是说你家里面多大的碗 你想做多大一碗都可以的 准备一个碗 然后准备一个保鲜膜 把保鲜膜先铺在下面去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再来摆红枣 把红枣呢 就是这个朝上 这个朝下 就摆一圈 就摆一圈 摆一圈 然后中间放一点蔓越莓 放点枸杞子 蔓越莓枸杞子 再放一点点南瓜籽 这个根据你自己家里的食材 你喜欢放啥都可以 这核桃 放一点点核桃 旁边再撒一点蔓越莓 红红火火的八宝饭 好了这个底就做好了 做好以后呢 我就先铺一层 先铺一层饭 先铺一层糯米饭 先铺一层糯米饭 铺一层 均匀地铺一层糯米饭 先铺一层薄薄的糯米饭 铺完糯米饭以后呢 再把做的豆沙 再薄薄的铺一层 没有豆沙你也可以自己 比方说你可以 你自己不会做 你可以去外面买豆沙都行 外面买的豆沙也可以 或者是你自己喜欢铺什么馅 你就放什么馅都可以 你看我把豆沙铺了一层 然后我再铺一层 再铺一层糯米饭 把它压一下 压紧实一点 好 我再铺成糯米饭 我就把它压紧 压紧完以后呢 我就把这个保鲜膜把它包过来 然后把它拿出来 你看 我这个八宝饭就做好了 你看 我这个八宝饭就做好了啊 做好以后 你就把它放到冰冻死里面 什么时候吃 什么时候拿出来一针就可以了 你看 所以我今天呢 在准备我们家的年夜饭 这个就是我们家 今年三十二晚上的年夜饭的八宝饭就做好了 那么我今天这个还可以做几个 我可以做几个啊 有时候呃就是自己吃完以后 有时候因为现在春节嘛 特别是华人在海外哈 经常会朋友聚会就端一碗 这样红红火火的八宝饭 又好吃又香又甜又开心又营养 好 今天分享的做八宝饭和磁巴做年夜饭的方法 既简单又美味又健康 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